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赵露丝身着粉色透明纱裙写真曝光,水汪汪的大眼睛,乖巧可爱! 赵露丝的最新写真在网络上曝光,瞬间引起了广大粉丝和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在这组照片中,赵露丝身穿粉色无肩带上衣,搭配粉色透明纱裙, 优雅中不失俏皮,清新淡雅中透露出几分夏日的甜蜜与浪漫。 赵露丝站在一片绿色的草地上,微风轻轻吹动她的秀发,仿佛连空气都充满了甜蜜的气息。 她的笑容灿烂如花,眼神中透露出的自信与从容,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在这组写真中,赵露丝展现出了她完美的身材曲线,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 无疑不显示出她平日里对身材管理的严格要求。 说起赵露丝,这位年轻的女演员在娱乐圈的经历可谓是一部励志传奇。 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如今成为当红花旦,她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出色娱乐圈时,赵露丝便凭借清新脱俗的外貌和自然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中,她凭借亮丽的外表和活泼的性格迅速,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赵露丝开始在影视剧中展露头角。 她在古装剧《凤求黄》中饰演的配角虽然戏份不多, 但却凭借精湛的演技和鲜明的个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的网络剧《我的皇帝陛下》更是让她一夜爆红。 随着在娱乐圈的不断发展,赵露丝逐渐挑战更多类型的角色。 从民国奇幻剧到古装仙侠剧。 再到都市爱情喜剧,她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角色,展现出不同的魅力。 尤其是在历史剧《长歌行》和都市爱情喜剧《我喜欢你》中的表现, 更是让她的人气飙升,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焦点。 除了演技出众外,赵露丝的身材也是她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她的身材比例完美,无论是穿着古装还是现代装,都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而这背后,是她多年来对身材管理的坚持与努力。 她注重饮食健康,坚持定期运动,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这些都让她能够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 在这组《夏日写真》中,赵露丝的身材更是得到了完美的展现。 她穿着粉色无肩带上衣和白色透明纱裙,优雅地走在草地上,仿佛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她的皮肤白皙细腻,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 她的笑容灿烂如花,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温暖与美好。 赵露丝的身材好,不仅仅是因为她天生的优势,更是因为她后天的努力与坚持。 她深知在娱乐圈中,除了演技外,形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她始终保持着对身材的严格要求,不断提升自己的形象和气质。 从最初的网红到如今的《丹红花旦》,赵露丝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她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了娱乐圈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在这组《夏日写真》中,赵露丝展现出了她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 她的笑容、她的眼神、她的身材都让人为之倾倒。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赵露丝会继续用她的努力和才华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的表现。 赵露丝的《夏日写真》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她的美丽与魅力,更让我们看到了她在娱乐圈中的成长与蜕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